先碰一下包汁 嗯,很棒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罐头鲍鱼炖鸡 有时候不一定上街市买新鲜鲍鱼 罐头鲍鱼一样可以做到很好的菜 因为它还要有汁在里面 这一包鲍鱼是4个 人多的,你会选择多些 看自己需要 红烧原背鲍鱼 有些干药柱 这个汁应该不错 炖鸡是最棒的 材料有三黄鸡半只 有花菇,有姜,葱,红葱头 有些葱段,少少红萝卜 配搭配色也很好吃 好,现在放在里面 鸡呢,我就洗干净了 把这些肺和腰刮干净 洗干净,全部洗干净 鸡脚 鸡的鸡肉 我把鸡肉切搅 Wars 鸡肉切得出来 只要全面 鸡肉切得出 鸡肉切得太肥了 不要搖 太大塊可以切一下 骨頭也不會太硬 先把皮鋸好 把刀的力度在骨頭的點位置 雞胸也是一樣 沒有把握 先把它割開 到胸骨 拍下去 不要放太多 醃一下 少许盐 糖 1汤匙蚝油 生抽 1茶匙生粉就够了 放完生粉之后腌下 放少许油 放在一边 把鲍鱼剪开 把鲍鱼拌出来 烧热锅 放入锅 先放姜和葱头 爆炒 爆炒到葱头有微黄 香气出来了 把鲍鱼拌出来 不用爆炒 微黄就可以了 开大火 把鲍鱼和葱头 整粒都比较均匀 把鲍鱼拌至黄 把鲍鱼拌出来 把鲍鱼拌出来 把鲍鱼拌至鲍鱼 鲍鱼 鲍鱼拌至半分钟 煎至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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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毱na5分钟 煎至至5分钟 煎至5分钟 比较多 煎至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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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鱼汁加上 而且加上很多 鮑鱼汁炆鸡 冬菇 用鮑鱼汁扣鱼 盖鱼汁炆鱼 五分钟 开锅 加入鲑鱼汁 鱼汁炆鱼汁 放入鱼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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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用太多 这个时候不够水 加入冬菇水 鲑鱼汁 盖盖 再炆煮3分钟 鱼汁炆鱼汁 第二次盖鱼汁3分钟 已经熟透了 好棒 加入葱段 放入少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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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点 先盖一下鱼汁 试夜 嗯 好正 煮鱼汁时 不要放那么重手 很合味 嗯 嗯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试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